罗刹海市、夏吉、马迹和村民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航行,终于望见了远处的一片陆地。 海市已经开始了,只见大大小小的船只和来赶海市的人群熙熙攘攘,来自四面八方,热闹非凡。 上德岸来,大家直奔海市,市场上各种珍珠瓷器,首饰古玩金银玉器,应有尽有,令人目不暇接。 突然,人群一阵骚动纷纷闪开,几个少年骑着高头大马过来,人们高声提醒,东阳三太子来了。 三太子也注意到了,他们一群外乡人,就遣人过来问话,问他们来自何方,来访的目的等等。 马迹等人一一作答,太子大喜道,承蒙贵客们,不远万里来访,看来我们缘分不浅啊。 当下太子邀请马迹去龙宫做客,两人随一起骑马离开市场,走出西城门,向龙宫放向池去。 回头望去,城池美轮美奂,马头繁忙如枝,比较大罗刹国的景象,马迹心中不由得一番感慨。 到了海边,马匹斯叫着跃入海中,四提升风,如履平地,只见海水自动奋出一条路,马迹甚是惊奇。 两人一路聊着家乡,见闻,一边欣赏美景。 路途所见,各式海底宫殿与陆地人间大为不同,林林总总夕阳景色,叫马迹叹为观止,惊诧莫名。 一路谈笑间,二人遥望前面,看到一大片金光闪闪的宫殿群,马迹心下,知道这应该就是龙宫了。 太子介绍在集市上遇到了马迹,相续甚欢,特意引荐给龙王,并详细叙述了他最近的的经历。 马迹仔细打量璀璨恢弘的宫殿和雄壮威武风益俊秀的群臣,暗暗和罗刹国的风土人物相比较,心中不免感慨,相去不远的两国,追求不同,眉愁迥异,真是云泥之别啊。 龙王听说马迹来自文化灿烂的中国,就请他写篇文章,描述一下海誓的盛景,马迹欣然领命。 回想这一路的遭遇和所见所闻,马迹思绪万千,感慨良多,尤其是海誓的繁华和龙宫的壮丽,真乃人间仙境,顿时文思全勇,挥好而就,海誓赴。 听完马迹诵读之后,龙王大喜,道,先生大财,令我小小睡国生辉。 岁安排采霞殿设宴款待,酒过三巡菜过五味,气氛愈加热烈,龙王欲招他为东床驸马,马迹大喜过望,岁应承下来。 龙王请马迹来到后宫,请出公主相见,公主美若天仙,知书达礼,甚是可人,马迹万分满意。 当下安排大臣选择良辰吉日,龙王就确定在采霞宫,亲自为马迹和公主主持了隆重的婚礼。 婚礼结束,迎着月色,夫妻二人甜甜蜜蜜地回到他们居住的东宫。 二人回到了寝宫,打扮得美轮美奂的新房里,摆满了鲜花。 马迹夫妇幸福美满的生活开始了。 话说洞房花烛恨夜短,此时一刻值万金。 转眼天蚁大亮,二人穿戴整旗,上朝拜谢龙王。 龙王非常高兴。 丰授马迹为驸马都尉,成为皇家的东床驸马,并立即昭告天下,大庆三天。 假期三天,马迹便访各海龙王,奔走于复宴和聚会的路上,真正的春风得意马提及。 马迹震惊于所见宫殿和环境景色适风祥瑞,与陆地的风俗大相径庭,由衷感叹真乃神仙生活。 在各处龙宫和景点游历了三天,马迹返回了和公主居住的宫殿。 院中有棵绿叶浓荫的大树,夫妇俩经常在树下吟诗唱歌。 院中常常有一对长尾巴绿鸟飞来飞去,叫声哀婉悠怨,不由引起马迹的振振思乡之情。 一日又闻鸟鸟,马迹不禁思念其远方的父母,就和公主商量,抑郁带公主回中国住一阵子。 公主说,由于人间和仙界道路不通,公主不能随她回中国,但她会向父王汇报,请她给想办法。 马迹拜见龙王,据言回乡省亲之事,龙王非常理解,当即表示要和公主好生商量,妥善安排。 一日,马迹与公主商量回中国的事,公主道,你我缘分已尽,今生不会再见。 说罢泪流满面。 公主说,人生百年如白居过戏,今生得玉郎君心愿已足,两情若是长久时,又起在朝朝暮暮。 得知公主怀孕,马迹非常高兴,遂伤定,如是女孩,当取名龙宫,若是男孩,则取名福海。 马迹将一对赤玉莲花留给公主,并约定三年后的4月8日,马迹驾舟至南海岛上,接回孩子。 所谓生离死别,两人有千般不舍,公主把马迹送到岸边,依依惜别,马迹才翻身上马而去。 家乡人都以为马迹已经葬身大海,见到她回来都喜出望外,尤其是年迈的父母,激动万分。 在家族的接风晚宴上,马迹详细介绍了这些年的罗刹国和海事,以及东海龙宫的经历和奇遇。 老父亲告诉马迹,妻子已改嫁,希望他再娶妻子。 马迹因为和公主有约在先,就答应再娶一房小妾,组成家庭,也能照顾年老的双亲。 为了陪伴父母,马迹不再出海做贸易。 由于想念公主,便经常在家附近钓鱼,发呆。 日子过得飞快,转眼就到了和公主约定的日子,马迹早早就来到了南海岛边,果然见两个孩子在海中玩水嬉戏。 远远地见到马迹来了,两个孩子就像早认识她似的,大声欢叫着奔向她,嚷嚷着要回家。 两个孩子一男一女,还随身带着她送给公主的两朵赤玉红莲花。 马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 随身还带来了公主的亲笔信,信中备数相思之情,并告诉马迹双胞胎孩子分别叫浮海和龙宫。 公主还感叹,月有殷勤缘缺,此事古难全。 一年后安葬婆母时,她会赶来临墓尽孝。 一年后,母亲去世,马迹在墓前墓后种植了百余棵树,并在墓前守灵百日。 果然一日,只见白衣女子披马带笑,跪在墓前祭拜,突然狂风大作,电闪雷鸣女子疏忽就不见了。 孩子们经常想念母亲,浮海就会跳入大海,拜访公主。 而龙宫,因为不能入海,就常常哭泣。 一天,龙宫正在哭泣,忽然公主来送了贵重的礼物,并劝慰女儿,结婚是人生喜事应该高兴。 马迹听到公主的声音激动万分,飞奔赶来,拉住公主的手,泪如泉涌,一时说不出话来。 忽然一声巨响,公主已经无影无踪,后人感叹,人生如梦,好景不长,劝君务必珍惜。